黑海是一种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观众关掉应援灯 也表明他们对特定成员或团体缺乏支持或不满 在黑暗中离开场地 但以下是一些不幸经历过的团体 一 少女时代 他们早在2008年的年度梦幻音乐会上 少女时代是第一个体验黑海的 韩国流行音乐团体之一 据说由于该团体与埃萨米勒的男性艺人有微妙的关系 二 泰瓦 在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当时他们卷入了 遇见Tiara成员华英的丑闻 后来指责该团体欺负他 Tiara在2012年世界保护大会 Cave Nature家音乐会上 称为黑海的受害者 除了在整个Tiara的表演中 吟唱华英的名字 观众还对华英离开乐队表示不满 三 Seventeen 首次亮相不到一年 在2015年 I'mmate亚洲音乐奖上表演 当时Seventeen尚未发布应援灯 这导致Seventeen在颁奖典礼上的大多数观众 关掉灯杆后 经历了一片黑色的海洋 四 仿丹少年团 仿丹少年团早在2016年 就经历了几个黑海事件 他们第一次体验这种情况 是在金盘奖期间 仿丹少年团的粉丝 与SO的粉丝圈SOL发生了粉丝战争 五 TWICE TWICE首次亮相一年多后 在2016年 Mylon音乐奖上表演了他们的热门歌曲 Cherry Up和TT 在表演中经历了一片黑海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黑海背后的确切原因是什么 但粉丝们认为 这是由于TWICE 又来与收欢迎导致I don't I'm sure 梅尔姐说这些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